上集说到,艾梅利问如今有什么样的梦想,那种想靠自己力量获得的野心,身为烂好人的如今,平常只在意过连人希望他做什么,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想要怎么做,正是艾梅利提议不然先从提升阶级,朝着阶级二为目标努力,他期待如今能够跟他并驾崎岖的那天,如今思索了一整晚,决定当做是创造目标的练习,隔天他向阿斯提起想升阶级的事情, 没想到阿斯竟然哭了起来,认为如今肯定很委屈,他决定帮助如今提升到最高等级优德统治学校,如今表示等级二的贝多就好了,这让阿斯听了很失落,但他瞬间挠补了如今,肯定有伟大的打算,请如今原谅他的擅作主张 阿斯带他们来到学校的地下运动场,也就是他们教室底下的地方,告诉如今最快的方式,就是课程中定期举办的升级考试,下一次将会在一星期后举行,到时候要举行的项目是处形炮弹,也就是恶魔版的躲避球 为了凑齐场上人数,酷啦啦变除傀儡人偶来做练习,结果过程实在是轻松到不行,刚如今都差点忘记这里可是魔界,这时其他的同学走上前也想要一起玩,同学们纷纷使出自己的特殊技能 另一边的卡尔在空无一人的教室,脸色相当难看,至于如今看着这么激烈的躲避球,毕竟恶魔和人类之间的实力还是差距太多,瞬间觉得自己又不行了 这时阿斯提议,不然去找如今的爷爷商量看看,得知石油的萨利班,让他拿起球念起利贝拉就行了 结果强弹的魔力瞬间从戒指中窜出,变成飞龙的形态,把石头击碎 萨利班表示只要使用魔力,如今就可以轻松获胜了,但如今觉得这股魔力是属于爷爷的,如果这样获胜,感觉太狡猾了 他希望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去取胜,所以不想使用魔法 萨利班拉起入肩的双手,做了局部强化,让他可以接住恶魔丢的球 看着自己孙子这么可爱,萨利班决定把刚才的画面保存在心中 如果不用魔法的话,他觉得找欧佩拉,来做特训会更合适 没想到欧佩拉却是个魔鬼教练,他不断地把球投向入肩 拥有超强回避能力的乳坚,虽然统统闪过,但是欧佩拉告诉他,如果要升级的话,他必须还要确实打中敌人 希望先让乳坚能够接到球为目标 第一天就在欧佩拉严苛的训练中度过 这时阿斯和库拉拉传来了讯息,对入肩的特训表示关心,隔天两人也来到了特训现场 这次欧佩拉使用魔法,当球快要打中入肩的时候,他会将球停下来 希望入肩可以尝试接住球,结果入肩仍然下意识躲过球 欧佩拉直接捏脸伺候,让他专心看着球的动向 经过多次努力下,入肩终于碰到了球 另一边的艾梅莉由于入肩的特训,只好中断尽输的朗读 希望他能够顺利晋级,入肩就这样日复一日的锻炼 即时下雨,入肩一心也想着接球 这也让入肩食欲打开,阿斯想递水给他 结果入肩手一滑,才发现手已经伤痕累累 但是入肩并不在意,一心只想要接住球 哭拉拉觉得他真的很厉害,明明恶魔是很没耐心的 阿斯也认为入肩真是个怪人 眼看升级考试即将逼近 入肩仍然不断练习,晚上也是直接倒头就睡 萨利班和欧佩拉悄悄帮他关上门 在最后一天的特训中,入肩终于能看见球路 并且接住了球 阿斯和苦拉拉也为他感到开心 欧佩拉让他继续练习,晚上会煮好吃的未劳入肩 结束后,三人已经睡在一块 萨利班过来关心状况 欧佩拉表示已经没有问题了 终于来到升级考试的日子 这次处形炮弹的玩法规则 双方的外场各有一名选手 剩下的人全部待在场内 被球打到的人就要到外场去 从外场进行攻击也没问题 不过就算打中敌人也不能回内场 并且只能对球使用魔法 不可以直接攻击对手 接下来就是要分发组别的B章 A队是黄色,B队则是红色 结果入肩和阿斯竟然是不同队 阿斯提出抗议,为什么自己和入肩分配不同 卡尔表示不许有任何意义赶紧整队 阿斯打算在敌方掩护入肩 但是实际上要怎么做 他还没想清楚 B组队员打算避开超强回避的入肩 决定朝着诺克丢去 之前分班的时候 诺克就硬生生挡下他们的武器 结果一眨眼的时间 球就被对面的沙克斯给拿走 他把球交给了诺克 他一球让凯罗里出局 随后捡到球的卡姆巴交给了对面的爱丽莎 因为跑到敌方场地 卡姆也被判为出局 这时哭啦啦变出各式各样的球出来 阿格雷斯嫌大家太吵 打扰他睡觉 直接往地上轰炸 结果因为违反规则被出局 这时受到波及的众人跟球都飞了起来 入渐迅速找到真正的球 身旁的诺克接过他手上的球 盯上了对面还在想如何掩护的阿斯 结果阿斯紧拼单手就挡下了球 叫诺克别妨碍他思考 当场被打出局 而库拉拉威既取经验还向他偷球 直接被阿斯打出局 之后那场的人选手一个接着一个消失了 当阿斯光顾着想如何帮入渐 等他回过神的时候 那场就只剩下他们两人 本想放水的阿斯 却看见入渐认真的眼神 自己怎么能践踏入渐特训的努力呢 他将使出全力应战 这是艾梅利带着学生会等人来到现场 阿斯全身散发熊熊火焰 入渐虽然本能想要逃跑 但是不能让欧佩拉给他的特训白费 并冲向前抱住威力强大的火球 他明白自己无法挡下这球 利用自身巧妙的回避能力 把球给传了回去 随后阿斯就被球擦过了肩膀 入渐的小队也获得了胜利 同学们把他抛起来欢呼 阿斯输了却不觉得不甘心 毕竟那人可是他所仰慕的入渐啊 卡尔也对入渐的实力表示认可 要知道能借助阿斯火球的学生没有几个 最后他给了入渐等级二的徽章 如果阿斯放水 他可没打算让他升阶的 拿到的入渐小得合不拢嘴 心中涌现一股激昂感 这是过来的艾梅利 恭喜他升阶到二 告诉入渐这种心情就是野心 入渐疑惑 这种温暖的感觉就是野心吗 但至少开心的感觉是真实的 回到家后 萨利班和欧佩拉上前关心今天到考试 入渐说自己顺利升阶了 欧佩拉检查他的伤势 好在平安无事 入渐感谢欧佩拉这阵子的特训 顿时让萨利班有些吃味 但是仔细想想 自己好像真的没帮到什么事情 处形炮弹的升级考试也终于顺利落幕 入渐也晋级到等级二的贝多 那么这集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下集预告新角色登场 始魔老师罗宾 由于太过投入准备课程 导致把开拳日给忘了 第一天上课就是干技十足 但是课程内容却是与自己的始魔交流 这可让入渐很为难 因为他的始魔可是卡尔老师 但是在新人老师的热血催促之下 入渐只好把卡尔召唤出来 被迫与他玩各种互动游戏 卡尔究竟会被如何摧残 关注我 掌握最新故事进展 那么我们下期见